冬河香农会辅导在地城乡业者推出了 原木香香手作体验 带领民众走入园区来认识结合了生技科技的城乡 了解城乡从育苗采收到精油提炼 研发产品等循环经济产业 也透过体验动手DIY的方式 更加来了解城乡产业 为了推广城乡以及相关的附加农业价值 冬河香农会特地与在地的新庄社区青农共同合作 辅导推出了农游体验 要让更多人能够走入农园认识城乡的相关产业 而在老板细心带领介绍之下 民众可以走入城乡的农园 了解城乡的种植过程以及后续的加工手法 我们这里拥有一条农的技术 对一条生技我们就好多改造 这种生技拼在这条农箱的这条农箱的这条农箱 我们要演变工来做精致性的生技农业 来用我们的农业的灵业的灰气物 来种植野生的草菇在城乡树下 来结合观光 来提高我们的农民的收入 而返乡协助父亲的青农者表示 希望能够借由农油DIY体验的方式 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这些好产品 其实我们生产的城乡跟精油的部分 它是非常具有国际市场的 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区块链的模式 让我们的客户可以知道我们如何生产 如何安全地生产我们的商品 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区块链模式 因为它也有英文的一个界面 所以我们的客户可以随时地知道说 我们的生产的过程的检验报告 跟相关的任何资料在上面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不妨可以恰询冬河香农会 一同来到园区里 了解城乡的生产过程 并进行DIY体验 将快幕门牌 杯垫等独一无二的作品 带回家作为纪念 记者陈吉林 冬河香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